通气犯为了躲避追捕 竟然丢包两岁女儿 花莲县警方接获民众通报 发现一名23岁的谢姓通气犯出现在吉安乡 远警上前盘查时 他马上拔腿就跑 当场丢包两岁女儿和妻子 最后远警追了500公尺 顺利将人制服 带回警局 男子跨下机车 拔腿狂奔 一边把头上的安全帽摘下来 丢在地上 旁边的便衣刑警见状 赶快追了上去 另一个远警也跳上机车 展开围捕 花莲街头上演经费追逐 双方从这条街跑到另条巷尾 不过最让人傻眼的是逃跑嫌犯的妻子 还有两岁的女儿 统统都被丢包在原地 全程目睹丈夫落跑过程 这样冲过去从这边左腕一直跑这样 就有一个人追着他 是哦 看他好像有丢安全帽 有 有丢 有一点帽子在地上 整条街住户几乎都亲眼看见这场追逐站 事发就在花莲及安乡的节约街 警方接获民众通报 找到这名二十三岁的谢信通缉犯 向前盘查时 谢信男子先是假装配合 下一秒马上兴趣落跑 还留下机车脚踏垫上的女儿跟妻子 最后还是在五百米外被警方压制 带回禁局 原来这名谢信男子已经被发布通缉一年 从新北市逃到花莲 以为能逍遥法外 还忍心抛下妻女炮给警察追 最后罚网灰灰被逮捕归案 解诚建华连报道